花8万买一条手镯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咱们现在直接拿去加工 走 今天这条手镯是帮上海的理解定制的一条冰飘花 那它跟我联系了大概有半年多左右 一直是想给自己的妈妈去找一条手镯的 一开始是准备找一条白底青的 但是因为预算有限 有颜色的觉得种水不够 种水上去之后又觉得颜色太淡 那到最后索性就直接不找了 把目标挪到了冰飘花上面 也就有了咱们今天的这条主角 8万的冰飘花 像这条飘花手镯它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花色它是由内向外生长出来的 这样的飘花起货之后就会有层次感立体感 其次咱们再去看它的种水真的太冰透了 还没有起货就是满圈寒冠 种水已经到正冰了 讲到这里呢 有一些眼尖的小伙伴们应该都发现了 这条手镯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对了那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讲的雪花棉 在翡翠当中呢 无棉不成翡 棉的存在或多或少都会影响翡翠的价值 但是像这样均匀有序 色白轻盈 树密有致的墨西沙雪花棉 就完全是加分项的 那么像这样雪花棉的料子 起货是什么样 会起展还是起垮 让咱们一起期待一下它的成品 历经了两天时间 这条墨西沙雪花棉的手镯终于加工好了 那现在让咱们镜头拉近一起来欣赏一下 现在的成品跟前两天的毛胚有什么区别呢 在毛胚的状态下它是比较呆板的 种水也全部被困在里面 但是通过师傅的调形打磨和抛光之后 它的水润度马上就体现出来了 轻轻一掐都能掐出水来 当中的雪花棉也是变得更加灵动 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点点雪花 混沌初开 不需要特地找角度 只是把它静静地放在眼前 就能瞬间把人带入那个雪花飘飘的衣镜里 那么这条冰飘花雪花棉的料子呢 咱们就欣赏到这里 我是大林 大家还想找什么样的手桌 可以在别人区告诉我 星期深有光影落入你的眼睛 如迷人的雪景把老板放映 不可以在那里 正好